先在威力导演裡面,將你要的影片做簡單的修剪 這是通常是在影片的前面後面會有不要的部分 直接,這裡有一個分割片段,直接把它切掉 這是紅外線,然後在後面的地方 這筆書都可以用 把它切斷 切斷之後,這個不要的就可以去掉 去掉之後第二件事情,我們把聲音做簡單的微調 請你按右鍵,這邊會有一個編輯音訊 音訊編輯器 這邊只做最簡單的微調,就是下面是你的音波 你會看到這個黃色的,就是超出那個上下線的爆音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那個聲音的 我們把這個聲音整個往下降低音量 讓它不要有那個黃色的爆音產生 那這樣子就OK 然後這一片也是一樣 編輯音訊 如果你有兩段以上的話,你兩段大概都是這樣的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 如果你有很多片段的話,你希望每一個片段 銜接,中間銜接不要有音量的落差太大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片段選起來 那一樣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音訊正常化 它就會把兩邊的,就是多段的聲音把它調整成一致的大小成 好,調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輸出 就按照輸出 選輸出的部分 然後呢,要選好你的格式MP4 這邊選 1920x1080就是080p 30p 30個畫面 然後這邊呢,如果可以選環繞音效 就把環繞音效選起來 然後這高速視訊輸出技術 這要看你的硬體有沒有支援 好,然後選到 你要存檔的地方 好,然後選到 給一個名字 好,然後就可以開始用輸出 好,這邊會等待一段時間 好,等一下呢,輸出完畢呢 就可以在你的資料角裡面 獲得你所已經剪輯好的這個輸出的影片 好,輸出完畢了 那你就可以打開來試試看 這是紅外線 變成靈 變成靈